以前大家还不知道 到时候一集一集追看下去 他们有多少精彩的对手戏 5月4号热播新剧《生死接线源》 邀请剧主演员举办上档媒体记者会 包括饰演创伤科外科医师男主角曾绍中 饰演器官捐赠协调师女主角刘倩文 以及多位剧中主角出席 分享参与演出的《生死接线源》 是一部关于器官捐赠的戏剧 把他那颗还在跳的心脏拔走 他不就死了吗 你现在再不是看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这是你要的吗 器官捐赠的本意 是把你儿子的大爱帮助别人 你这么积极 你这是在做业绩的吗 公事纪麻醉风暴后 再推医疗直剧《生死接线源》 预计播出十集 剧情围绕器官协调师 捐赠者 受证者 家属之间的伦理道德 还有医生救人的使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拍摄期间参与的演员 真实感受到生命的破灭与重生 我其实觉得《生死接线源》这个戏 追剧最好方式 透过中佳BBTV包月电影院 不受时间限制 打开电视 点选电影馆 进入包月电影院 从5月4号星期六晚间10点 点选戏剧 跟着剧中人物 探讨器官移植议题 寻找生命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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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